好那么接下来 刚才我们看了整个TensorFlow的整个程序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它称之为数据流途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本身这个框架就叫做TensorFlow 其实它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Tensor 一部分叫Flow 那么这个Tensor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数据 这样的量 那Flow呢 就是流动的意思 其实呢它整个框架设计的思想 就是数据流动啊等等的 这种思想 数据在你的整个图的结构里面呢 去进行运算流动 对吧 形象比喻就流动 那接着我们来明确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一下 计算密集型跟Io密集型 那么这个TensorFlow 跟我们以往接触的这些框架 是不一样的 分为计算密集型 对吧 当然我们就直接说计算 密集呢 得有一个定的程度 对吧 计算密集型 还有就是Io密集型 那前面我们接触的这些什么 外部框架 荷重框架 对吧 我们的点形呢 代表了框架 那前面这些框架应该知道吧 比如说外部对吧 你外部这个访问你的网页 对吧 每天有多少人去请求 对吧 频繁的去请求 密集请求 然后Scribe 你要去爬东西 也是要频繁的请求 Io操作 那这个大多数呢 我们的这些框架 Django等等 这些框架 它主要的就是Io密集型 那些操作 对吧 当然密集型 是要这个你的请求啊 当然是要频繁的啊 那我们这种计算密集型呢 代表性的就是 Tonsive Flow等等等等 对吧 其他的一些深度学习的框架 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呢 就是因为让大家呢 去理解一下 我们在深度学习 或者机器学习阶段呢 我们其实对Io操作 并不是特别感触 你需要去频繁的 去请求这个 网页吗 网站的这些 这个结果吗 不需要吧 对吧 你是不需要的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是不是拿到特征数据 你用算法里面 这些东西去跟他相计算吗 是不是去计算 比如说你这个线性回归 是不是要拿我们的这个权重 与我们的特征值去进行计算 那这个计算 有没有发生Io操作 没有 那所以我们 我们的tunceflow大多数都是 呃这样的一个密集型计算的啊 主要是用计算的密集型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性的Io密集型 比如说哪些是Io操作 应该知道对吧 比如说 网页请求 是不是啊 对吧 就比如说是htv请求吧 专一点 对吧 请求 好 那还有 比如说这个磁盘的一些操作对吧 磁盘操作啊 等等啊 我们就举这些 那计算密集型呢 其实就是专门在CPU里面或者GPU里面去计算吧 CPU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呢 它不发生任何的Io操作 对吧 比如说哪里两个数对吧 5乘以3 你就是在CPU里面去算啊 就是CPU算的速度有多快 就是你这个结果出现了多快 跟你Io操作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我们说了 你Tunes Flow有些数据是不是在文件当中吗 你肯定也要读文件 读文件是不是也是Io操作啊 这个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这个Io操作也是有的 但是并不是频繁的去读取文件啊 你只要读取文件 读一次就够了 好 那这是我们对于计算密集型 Io密集型两个对比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Tunes Flow的一些这些框架 或者文框架的设计思想 它跟我们的Jungle 前面的这些框架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Io请求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深入到Tunes Flow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去说了 那这里面我们要讲到图 绘画 专量 变量 以及两个非常重要的 对吧 模型的保存 一加的 这我们会结合这个线性回归的案例去讲这个模型怎么保存 对吧 还有自定义密尼函参数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你Tunes Flow的一个设计的图 那我们看 比如说你要建一个帆子 对吧 你建一个帆子 你先得把图纸设计好 那我们写程序也是一样的 不管你写Python程序 还是写你这个Tunes Flow程序 你写Python程序 是不是你得先把你的业务整好吧 把你业务逻辑 你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干什么 是不是逻辑点先离好再去写代码 否则你写代码是不是非常乱 写到这里改那里 写那里改这里 对吧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你最终还是要先把你的整个业务逻辑或者整个算法的这个图设计好 设计好之后就简单了 你就要根据这个设计的图去做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着我们的重点就讲 Tunes Flow当中这个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我们说了它就是代表这个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相当于是有个物理的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看到的 图在你写Tunes Flow程序的时候 它默认已经读到 也说当你定义了第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不管你有没有写这个东西 对吧 你这一东西是不是就定义好你的图的结构了 对不对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一组表示TFT Operation计算单位 和TF点Tensor 表示操作流之间的数据单元的对象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Operation 什么是Tensor 那这些里面是不是Tensor 当然啊 我们等下会说这个Tensor跟Operation的区别 它其实也是一个Operation 只不过它里面呢 是一个Tensor的数据 那这里面呢 它也是一个Operation 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数据吧 对吧 好 那这些是不是你定义好了 图是不是就出来了 也就是说你的图已经定义好了 那这个就是图 那这个图在哪呢 我们可以去获取第二个 那你可以通过TF点 get default grab 这样的一个接口 去获取你的图 好 那接下来我们比如说 当你定义好之后 我在这里定义好 我这个获取图 好 那我接下来用一个参数接收一下 接收好之后 我打印一下这个图 注意了 打印一下这个图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看到结果上面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在我们Python TensorFlow里面的 它的框架里面有一个图吧 这个图 它是一个对象 对吧 而且它是给你的事情吗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地址吧 这能看出来吗 它是一个地址 说明这个图是什么 其实啊 这个图我们没什么太把作用 它就是给你干嘛 分配内存 就是说这段内存 好 我这些程序 比如说你做了这些OP操作呀 还有你这个绘画呀 在哪里呀 是在这一段内存当中去操作的 那也就是说 其实定义了一张图呢 其实就是给你分配内存 对吧 定义一张图 说默认啊 默认的这张图 相当于啊 相当于是给程序 分配一张内存 它就指的是这个程序的内存 对吧 分配 一段内存 那也就是说 我的这些程序当中的这些东西 占的这内存啊 都是在我这张图里面指的那些内存当中 这就是图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 是吧 OP Session Tensor 它都是有图属性 说明我们这些东西 是不是都是在这一段内存 分配的指令的这一段内存当中吗 那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OP Session Tensor 去获取 看一下 他们所在的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图当中 比如说 我定义了这张图 设计好的这张图纸 那这些里面的元素 是不是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答应 A点 Graph 所以你OP有个Graph 对吧 你的add 对吧 比如说 Sum 它也是有的 Print 来我们的 Sum 1点 Graph 或者还有什么 Session 你的Session 也是在这张图当中的 Session 好 我们来反应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三个地址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说明什么 我们只要把这个程序定义好了 默认这些程序 说在了一个内存 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吧 这是他这张图 在一个地方 好 那这就是图 一般我们这个图 其实也很少去用 它就是代表你这个程序 分配的内存 只是用来这样一个图 给你显示出来 好 那么还有图相关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图 我们是可以创建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单独在分配一段地层 存储存储另外的一个图的结构 程序的结构 是不是你就相当于是两部分互不干扰吧 对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穿建怎么创建的 TF.graph 好 那我们来创建一个 比方说 我现在呢 在这里啊 创建一张图 去做一个 我也去做一个加法 对吧 创建一张图 创建一张图 对吧 TF.graph GIPH 好 等于G 好 那我创建好了 那我怎么去使用这张图呢 记住啊 在TensorFlow当中 基本上 我们在使用某个东西的时候 都是使用上下风环境 上下风环境 比如说在TensorFlow当中啊 它的程序有个特点 很多VS 你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使用设备 它也是VS 你在某个设备下面去进行计算 那我也要使用这个设备吧 它也要使用VS 上下风环境 那比如说 你要使用这个绘画去预算 它也要使用VS 比如说你要使用这张图 也需要VS 那我们要使用VS 对吧 那这个G怎么去使用呢 看到 你就可以使用as default就行了 as default是不是作为默认的图吧 好 你使用VS G点 as g as g g default 好 那我在这个图下面注意了 这个G图 对吧 好 那比方说我定义了一个C 等于TF点 constant constant 比如说11.0 好 那现在我们就不做运算了 我假如说定义了这个东西 对吧 接下来干嘛呢 我把G打印一下 我要打印G图 G图 然后呢 再打印C点面的图 C点 好 注意观察现象 看一下我们前面打印的两个跟后面三个四个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吗 那也是说当你穿进了一个新的图之后 是不是又分配了一个新的内存去给你去做这个程序的事情吗 这两个东西互不干扰 互不干扰的 那你讲 好 那一般这个图呢 我们怎么用呢 其实它后面有些程序 当你程序比较复杂的时候 对吧 我想在不同的图当中做不同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结果印尽出来 就够了 对吧 好 那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 这个地方的绘画呀 对 像我们就要提到绘画它默认之使用一张图 它只使用它要去运算 对吧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运算吧 那运算 它只能运算一张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哎 我们图揣写已经揣写好了 对吧 我们这里面呢 其实就指代的是你的这些程序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程序当中有一个OP 那么什么是OP呢 对吧 我们图是什么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OP 包含了一组什么 比如说OP和你的Tensor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就组成了一张图吧 有了它 你的图才有了意义 那接着我们来看什么是OP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些东西是OP 哎 我们来看 这里面OP大多数都是指的是运算 比如说你的标准运算 加减程度等等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说的 还有限量等等 矩阵运算 矩阵的乘法呀 等等 这些是我们常用的 还有一些大状态的运算 哎 variable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variable 那这个variable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量 这才是一阵阵变量 当然我们后面会说啊 还有一些神经网络的组件 还有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统称为OP 注意了看到这里是什么 这是啥 Constant是我们刚才用的 刚才用的这个东西 它也是一个OP 哎 那这个OP跟这个tensor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搞得好乱 对吧 特别乱 那我们这一瞬句说一下 既然一张图包含了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先确定 OP 在tensorflow当中 你只要是使用tensorflow的API 去定义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OP 只要用tensorflow 只要使用tensorflow 注意了 是tensorflow 它的tensorflow的API 定义的击乱 定义的函数吧 或者说是一个类 对吧 函数 接口 接口 都是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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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什么 这个什么graph constant constant add default default 这些是不是都OP 全都是 注意了 全都是 如果说我定一个A010 这个A是不是OP 肯定不是吧 它是pathon当中 我们的这个程序 是与我们tensorflow程序分开的 好 那这个张量是什么呢 这个tensor呀 其实它就只带的是数据 它就只带 只带的是数据 也说我们是定义了所有的OP 但是有的OP装的不是数据吧 有的OP只是定义了一个操作 比如说你开启了tensor session 这个session是不是一个OP 它是 但是它里面是tensor吗 不是 我们看一下 你定义了一个constant constant的确是一个OP 但是这个OP里面装的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数据啊 那这个数据是什么类型啊 是一个tensor类型嘛 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要高混了 基本上所有的操作团是OP 那我们的张量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指里面的数据 它打印的这个A 它就是一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没有直接打印出来 只是打印了它的类型是什么 tensor吧 所以我们一般去计算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 数据计算 那这个数据是什么 tensor 比如说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是使用tensor去计算的 不是OP去计算啊 追的 好 那这是他们的这些东西 对吧 也就是说OP只是一个载体 对吧 你的tensor相当于是一个被载的物体 对吧 你是一个数据 放到这个壳里面的 好 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要明确的两个概念 OP和tensor 对吧 那接下来图 其实已经讲完了 它的东西非常少 图 讲完了 对吧 对吧 对吧